当我们看到每一个队员的成长 当我们看到每一项赛事成绩的突破 甚至是零的突破的时候 都让我们感到振奋 所以还想问一下雪瑞 你作为一二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 你的内心有着怎样的感受 就是不断地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会反复问自己 你是不是可以 你有没有勇气再继续去坚持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那么一点点 我们需要再坚持再去熬一熬 可能就能突破 其实刚才雪瑞讲她的 就是说要不要再坚持 要不要放弃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有同感 液体黄金它是这个材料 这个技术 它从理论到实验室 只相当于零到一 那从实验室到工业化的成功 到今天我们的轮胎装到车上 相当于是一个从一到一百 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它是逃不来 要不来也买不来的 你的创新就是要经过失败 是无数次失败以后的坚持 所以创新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中国轮胎它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大而不强 那你怎么样能实现这种追赶呢 其实技术的创新是核心 那么科技创新呢 它就是让我们的技术领先 赛轮呢 成功开发的液体黄金轮胎技术 攻克了这一难题 这个轮胎呢 品质有更何大飞跃 为世界轮胎工业发展呢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